在医学智慧中,人生被分为六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,乾隆无用,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,或者自己能力还不足的时候,要学会积蓄力量。 第二阶段,建隆在田,经历了潜藏积蓄后,要抓住一定的时机,才能崭露头角。 第三阶段,终日浅浅,在这个时刻,你要提高自己的警惕,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点成绩而得意和自满,应时时刻刻检讨反省自己的言行。 第四阶段,祸月载渊,抓住机会,在努力和拼搏中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推向最高处。 第五阶段,飞龙在天,事业巅峰即将来临,人生的指针正处在大展宏图的好时机上,准备一飞冲天。 第六阶段,抗龙游会,人要知道进退,这样才能保身,保富贵。